泰鲁格号重大意外 交通部长林佳龙周日深夜在脸书上po文 表态会负起所有责任 也证实他已经正式向总统还有行政院长提出请辞 林佳龙今天强调他的个人去留不重要 除了政治责任他也会做好善后的工作 而林佳龙2019年初上任之后 发生过了几次重大的交通事件 包括空服员大型罢工 西滨道路重大车祸 还有苏花游览车撞山意外都在他的任内 如今在传泰鲁格号出轨意外 主管单位的督导是否尽责 也成了外界究责重点 我第一时间就讲 我会负起最后跟完全的责任 那我也已经请辞 泰鲁格号意外第四天 交通部长林佳龙周日上午9点多 再度赶到事故现场视察 而他也亲口证实 自己的确已经向政院提出请辞 我就是要面对的是 良心跟社会 这件事情死伤这么多人 我本身有责任 我必须要把整个事故的伤害降到最低 强调个人去留不重要 从107年普悠玛出轨意外后 林佳龙在苏葵邀请下接掌交通部 任内却速度因为自己说过的话 引发争议 做一个聪明的用录人 能够趋吉避凶 结局廉价塞车问题 聪明用录人要懂得趋吉避凶 不仅如此 盘点他任内发生的重大事件 包括108年航空业集体罢工 就让当时刚上任的林佳龙 忙得焦头烂额 而后又发生西边道路大车祸 速化游览车撞山等意外 这回太鲁阁号出轨造成重大伤亡 身为台铁主管机关首长 林佳龙决定就此扛起责任 请辞下台 我已经是请辞中 我已经负起责任 有关人事的部分 我们会尊重 就是新的人事安排 从明星级县市首长转任政务官 面对民意如洪水 而这回洪水冲毁龙王庙 也冲到林佳龙头上那顶乌纱帽 记者林佳君欢伟才张同 林敏舟在花莲的采访报道